山地离岛地区民众就医总是困难重重 以嘉义阿里山上的居民为例 如果要下山看病 即使是抽血看报告都要耗上一整天的时间 平均还要花费2000元的费用 为了改善情况 卫生福利部和行政院科技汇报 从去年起推动电子病例交换调阅系统 终于建制完成 19号在全国48个山地离岛地区启用 已经率先事办的桃园县赴新乡卫生所主任林德文就说 电子病例的交换 节省费用也减少周车劳顿之苦 让医疗在地化 很多老人家小小孩是没有开车的 他做免费公车 下去之后看完便就没有公车回来要过夜 而且为了这样子孙子没人顾就要请假 所以其实他里面 节省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 在这种偏乡跟人生人部落里面 其实他费用是方便很多 差很多 卫福部资讯处处长许明辉表示 全台48个偏乡居民 只要前往电子病例互通医院就医 相关资料就可以透过云端 回传到离岛偏乡的卫生所 只要用健保卡 就可以在卫生所取得患者 在市区医院就诊的检验报告 同样的 医院也可以透过系统 取得患者在偏乡的就诊情况 以卫福部的推估 系统建制完成之后 一年约可以减少40万人次类似的就医 节省轻以5000万元的费用 卫福部未来也规划陆续扩大服务 今年底全国共有260家医院 加入电子病例互通计划 将陆续增加医院诊所的数量 计划在2015年底之前 扩大到全国民众都可以使用云端医疗服务 记者洪巧兰才被报道